《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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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更足了 生气生的更厉害 那个反而是无极必烦 所以如果它能让你的心性上 让大家在烈气锅的同时 然后要清平气和 然后注意保持一种品质的美德 这个烈气锅 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会进步很快 但以前都没有在这方面 比较去同时进入 大家别烈气锅 真的是又吵架 就更厉害 尤其打不开 你要接宇宙的能量 首先要把自我打开 就很多人如果很自私的话 切定能量怎么能进去呢 是不是 不是切定能量不想进去 是你关闭了自己 你去排斥它 你排斥 因为你自我自私 你把自己关的 所有的门都关死了 六哥却关得死死的 只有我我我 那么小的 你像个丑子一样 怎么天地能量 怎么灌进去啊 你跟天地同生同缘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打不开嘛 但这些在以前的气功 教气功的人就 就会不会 不会 老师不会在这方面强调 因为毕竟气功啊 瘸术啊这些 它是一季季啊 就是气功它要强身健体啊 我有些病我能够练好啊 或者是 我还一直才修一些 很厉害点血啊 或者修一些神通啊 大家就把问题 关注在这个焦点上 就忽略了这个品质 还有一些 嗯 但是恰恰没这种德啊 真的是厚德哉 哇天地的德 没德 烈气功略不到高手 略不上去 嗯 因为你们烈气功 打不开自己 就是这个品德上 它一定要进入品德 这是最基本的 你要采气采能量 一定要有德的 否则你 否则就算是给你灌进去 你会爆炸的 因为你还小了 给你灌了个原子弹的能量 你还不怕自己弄坏了 是不是啊 那别的坐卧不宁的 那怎么能呢 那人被撕碎了 是的 人自己承受不住 心太小 心太小了 你心要无切无挂 心要壮无虚空的 那个能量就 刷却进来了 还用你踩啊 你这边是空的 宇宙能量还不会灌进来 你要是这杯子空的里边 还不会能量灌进来 你装满水它怎么灌呢 它都是自然的 自然的流动的 对不对 就不用你动个一年 说我要踩个什么 踩什么 就要佛 佛大菩萨的境界 真空生妙有 他真空的时候 并不是他动个一年 我要生个妙有 人家真空就生妙有 就胳膊里的念头也没动过 就有妙有 妙有的真空是同时在那儿呢 你要有个念头 我要生个什么 你就已经不是真空了 知道吧 你就不知道真空的境界 我要踩个气 你就踩不进来 你放松 放在那儿虚无 撞入就是说像虚心啊 人家说把心虚下来 你的气 你的能量 整个身体就是 撞入虚空的时候 你站在那儿 哎 一往这儿摘能量就 刷就进来 你不虚怎么能进来 你站在那儿 哇踩啊 地气啊 辣辣 这能踩多少 那是你感觉 你知道吗 里边啥也没有 是你敏感 很多人是敏感 你看他嘛 哎呀有气了 有能量了 所以你看还凉的 热的 那是他敏感 你知道吗 宇宙中就有那些东西 哦 有远载 这个冷热麻草痛 这些宇宙里边都有 只是你敏感 感觉 你看他里边很虚的 知道吧 对很多是很敏感 所以他他要虚 他是身体虚 但你要是想可能要心虚 那切虚 虚怀若果啊 这些品质啊 要心要虚 就是虚 什么叫心虚啊 没有挂癌 无切无挂 不执着 这叫虚 虚下来 撞我心如 像空空的山谷一样 就是那样子 所有的声音过来 像空谷回音啊 在你心中不留痕迹 这次虚怀若果 就说骂你 你也就想哗 骂完就忘了 你不会留痕迹的 你根本听不进去 夸你也哗过去就完了 就充如不惊 修炼到这个程度的 那就要定知道吧 这个时候这就空了 然后那个能量就进来了 所以只要修的 很多东西塞在这里 很多东西塞在这里 没有空 对 你心不空嘛 你头脑 头脑你是空不了 头脑永远在 刹那刹那身边 有想法 但是你有想法 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啊 你那些想法 只是空中的云啊 那它飘就好了 是你的认知 心是什么 心开始是你的一个认知 就是善能的 都不要管 当然说一开始 你还了解不了 你要歇修个子 一般佛学他歇修子 就说仔细忘心砸念 忘心砸念是什么 就是你的砸念 会越来越少一点 不要那么东 抛心抛心往 你歇停一下 但是这个停呢 不是说你停不到 你最多停到 你认为你没砸念了 其实因为你 你能觉知到的是 百分之三十的东西 百分之七十的 你不知道 你乱想 就像梦境里边的 很多砸念 你还是察觉不到 微细砸念 是吧 你不知道的 然后呢 你知道的百分之三 就像刚才你抓了一下 你是不知道的 那是本能的 我这段眼我抓一下 但是你的头脑里边 那些已经过去了 是吧 如果这个世界 所有的事情 就像你刚才那个事情 在你不留痕迹的 过去了 那你的心里边就没有 就是说 你会进入一种 无所住的境界 先就是 先一般开始修止 但是最主要是 仔细忘心 不是忘念 忘心啊 我们有很多的忘心的 忘心是什么 所求所得 就是 你都这个世界 总是有所求 你要求个什么 求个佛国 求个菩萨 求个神通 求个什么 有所求 然后呢 总觉得 只要我经过十年二十年努力 我会有一个东西得到 所求所得 所求所得 使你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永远活在未来 就是说你的心 永远在未来 心在未来 人在现在 你知道这叫失恋吗 你永远心活在未来 佛金刚经看过 说没有未来心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所以你永远成就不了 就是你没有在当下 一起死裂 你身体在这 心在未来 那么你永远没有力量 知道吧 所以这一杯水 你在做事的时候 永远是散的 你用不到全部的力量 来做当下的这一件事 永远是 因为你的心在未来 就封散出去了 当下不能全神灌注 就是说所有的神收回来 灌注在这一个地方 你才能做成功一件事 包括修定 修气 做气功 修打学 修定 学医都一样 你全神灌注 平时不是 那你的神有一部分 永远在未来 因为你所求心所得心 太重了 太渴求了 太渴求我成为什么了 那你永远在未来 那你成佛成道 那个成功也永远在未来 那什么是未来呢 你当下都错过了 你哪有未来啊 是不是 未来永远是建立在当下 今天这一秒才是 有这一秒的因 才有下一秒的果 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秒完成 下一秒才叫成功 成佛成道 所以成什么都是在当下成的 没有未来 不可能成就在未来 永远是当下 就没有这么 未来就没有这么回事 这是知戒 这些戒地明亮 你才能 你才能在当下做 尤其是修行什么事 永远在当下做 先去所求心所得心啊 这是妄心啊 是指你这些心啊 而且佛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一切虚妄 你所求你求不到什么的 你也没有 永远得不到什么 都是幻境 所以你的要回来 如果你的所求心所得心停下来了 你咋念一定会停下来 知道吧 很多东西就停下来 就是因为你有欲望 有求 有苦 所以才有苦 有所得 才有得失 才有恐惧 有所得还不是有失吗 你就有恐惧 有生你就有灭 你才有轮回 所有的都是你的肢戒上出问题 你先停下来 这叫希望行 这叫修止 把这些概念先停下来 但是一开始你对这些认知不那么清晰 但是这是佛说的 你听他说就行 你只要相信他 信手奉行 你相信他 先停在这 停不住了 跑出去了 再拉回来 先在这 现在的当下磨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当下一个状态了 世界就消失 当下不是时间是个状态 当下是 时间是永远处在你意识层面的 当你变成当下一个状态的时候 全然的活在当下的状态里面的时候 过去现在未来会消失 没有时空的流动 没有时空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吗 没有生 没有死 你没有出生过 没有死亡 生死就了 在佛学里面的了生死 因为没有生所以没有死 叫无生 无生 无生乏人 正如无生乏人 就是你知道世界是虚妄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在不在 你在这 你在什么样的状态 你在当下的一个状态 你活在当下的状态里面 不是说你不在了 无生了 我穿越时空去了 没了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 一切都在这 但一切都在这 如果你在当下的状态 你进入无生了 生死 因为没有生 你就抬不上死 也抬不上轮回了 是吧 你进入了当下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用当下的眼睛 看这个桌子上 所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宇宙的一切 都在当下 那这个东西如果在当下 它也无生 知道吧 它也无生 它也不会死 知道吧 所有的一切都无生 都无死 那么你就看到了永恒 就在生命里面 看到了永恒跟涅槃 这就是佛学的最高界点 就是你在当下 看当下 看所有的万物都在当下 这叫不着下 这个可能 你是不是听得有点怪怪的 没有 我记录不了 所以 你不需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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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听就行了 就是说你必须回到那个状态 回到那个状态 先从修止观的止开始 但止不是你坐在座列上 来想来想 我要止住 不是 先从心性上止 心性上就是你讨 你老是不爱佛的说的说 佛说这个世界无所得 你总想得个啥 那就是你着想嘛 你总觉得有个东西是可以得到的 可以求到的 所求所得性很重的时候 你是杂念永远止不住的 知道吧 你先回来 先从这个心开始 然后修止观啊 你先 所求其所得性 停下来了 然后观 这就在当下观了 你停下来了 你再看就叫观 那不是我要观 你不是 你在什么状态观很重要 你在当下的状态 还是有未来性 或去性的状态观很重要 你在一个身心身口一合一的状态下观 还是散乱的状态观也很重要 你的气脉非常清净 然后看这个世界观 还是你一片混沌 像个五座恶事一样去观也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修气 修气功没有问题 修气功挺好 净化气脉嘛 当你的气脉很清净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世界很清净 不要以为那些生理上的变化会影响到你的六根的 你看出去 你会透过自己的气脉看世界的 一起来一起修嘛 身心一起修嘛 但最终以心的解脱为主 因为身体是个 物质 你认为的物质层面 不管是物质 能量 气 光 波 场都是幻境 你心心上解脱不了 你只是不断地在不同的这个维度着想 那儿 几乎 gifted 他 他 二 那儿 三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